矮寨大桥 并举行通车仪式 从观光电梯下的景观平台 可以走进大桥腹部的两条观光通道 游人在观光通道中 可直接触摸到大桥的钢梁 在观光通道的尽头 有几块透明的玻璃 通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 脚下美丽的峡谷风光 那风景真的是能让人惊喜的大叫 太美了 快看 前方有一座大桥 但是它到底是如何要建造的呢 这么大的桥 它怎么做到能够 能让那么多那么多的车通过 好奇 然后你再看它下面的路 全部都是红色的 跟一般的路不一样 它下面铺的是橡皮泥吗 风景真美 这座大桥到底是怎么建造的 怎么固定的 哈喽大家好 桥里现在是位处于湖南山西的极水 首饰的矮在大桥景区 这个创下了中国四个吉利斯记录的之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多震撼 说实话 我一路开车上来的时候 已经震惊我了 它到底是怎么建造的 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震撼效果 我们去一起去看看吧 这里呢是警车停车场 然后矮在大桥它还有一个悬崖站道入口 悬崖站道呢是多加70多块钱 游客中心 然后门票是115 接到警区门口过后有一个小火车 然后10块钱一人 但走过来呢只需要几分钟很近的 就直接走过来吧 那边有个扶梯下来 扶梯下来过后呢 是这边有个寄层柜 因为水 所有的水不能带上桥面去 就怕高空泡雾 所以要全部寄存 好吧 这才说真是进入大桥的观光通道 有一个孔高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意见 就是他只能站在角落 他怎么敢看 现在我们是乘坐观光电梯 然后直接下到桥底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桥边 然后这边看过去就是桥 我们要走过这座大桥 就这样只走过去 立格拉孔高非常非常严重 然后我现在准备拖着他 我不想拖去 让他去体验一下 战胜自己努力的战胜自己 全程拖着走 我不要 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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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回 快我飞你 我飞你 我飞你 更高 我飞 我进去 你自己走过去 我就没告诉我 我在这儿等我 我在这儿 我在看上面没有车 然后那个桥肯定是 在这里吹动 然后我的腿会去 你又在那里 我自己杀杀 然后我就在这儿站起来 拉不去 你个快要吓死了 好吧 那你就在这里坐着等我一会 拜拜 哈哈 笑死了 我们走吧 撞撞去 刚开始进入景区的时候 觉得这115的门票非常不值 就是也没什么看头 在观景台呢就可以把这 115块钱 就是全景看完 但现在呢我觉得此刻的门票 它值了 当我能够在这大桥上走一走 感受一下它这个 建筑的宏伟 能够体验到 就是车在上面走 人在上面这种 这种震动感 我就觉得 好吧 还是挺直的 如果我没有花门票进来 只是在远处观望的话 就只能看到它这个大桥整个一个 远远的一个建筑 只能看到这样子 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震撼 就当你走在上面 比在远处看 要震撼太多太多倍了 好吧 本来我还想说叫大家不要来的 但是现在我得告诉大家一定要买门票 进来在大桥上面 走一走 轻生实地的感受一下 它这边有个站道 然后75块钱的票 哇塞 如果大家来这上面走了过后呢 其实也不用买的 好吧 第一眼走上这个玻璃的时候 会感觉很恐怖 但是走上两步过后就好 哇 它上面有车过的时候 会给人一种那种 就是整个玻璃都在震动的感觉 这种感觉 怎么说 有惊恐 也有颤抖 哎 替我们丽哥感到亏的话 就是 所有的都错过了 太可惜了 所有的 那个门票 直接的地方精华 就在那里 还不可以吗 我现在退出来了 恐高的人啊 就别买门票来了 就站在外面看看就好了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有几台 幅兰电视台的车 然后 刚刚呢 我们丽哥 做了一点非常疯狂的事情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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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哈哈 好吧 在大桥现在就全程游览完毕 然后大家 如果来的话 一定要买门票 进去在大桥上走一走 体验那种感觉 好了 我现在接下来呢 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要把我的床 收起来了 是什么决定呢 下期视频见 拜拜